由花林县新向社区交流协会营造的新向会本馆 今年1月底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风管暂停服务超过3个月了 在考量疫情趋缓 近日是恢复开馆 届此迎接母亲节 也设立了与医护防疫有关的主题书展 期盼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来共享阅读时光 馆内也落实防疫 期盼可以守护志工和亲子的健康 由花林县新向社区交流协会营运的新向会本馆 今年春节后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风管暂停服务至今已有3个月 在考量进行疫情有趋缓情况下 在5月6日恢复开馆 借此迎接母亲节 而为了落实防疫 馆内也确实执行相关防疫措施 并将借阅回来的书籍 进行紫外线杀菌商等工作 我们是92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天其实也已经十几年了 17年 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小大读书会 那后来这些孩子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成立于医师呢就好几妈妈 就召集这些妈妈把他们用过的书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可以提供给花莲社区 其他的民众使用的空间跟书籍 只要是您有小孩子的 对阅读有兴趣的 我们都很欢迎他们来 为了重新开放这个汇本馆 我们有请志工做了两个 杀菌的那个紫外线的杀菌箱 然后在每一次的开馆之前 我们一定都会消毒 全馆的消毒 那离开之后 一样的消毒工作 我们会再做一次 然后确保每一个人来到这边 是有一个卫生跟安全的环境 5月6日起 每周356常态开馆 提供借环书以及馆内阅读服务 为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每周36的汇本故事时间仍暂停 直到中央宣布疫情结束 今年适逢线上创立25周年 之前4月世界阅读日受疫情影响取消 母亲节活动也停办 为了带领亲子感谢前线防疫医护人员 馆内也成立医护相关主题书展 希望透过故事 学习面对情绪 对于安抚受疫情创伤的不安心灵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